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旧版的科学小飞侠三部曲与解说完毕 这次应老铁们要求 再加开一集介绍OVA版 科学小飞侠OVA版一共有三话 分别是1994年的科学小飞侠VS海归王 1995年的迷之红色脉冲 以及1995年的最后倒数0002 要是先前看过我们科学小飞侠第一部的朋友 应该都对上述这些剧名不陌生啊 其实OVA版并不是科学小飞侠三部曲的延续 只能算是一部平行时空的作品 内容挑选第一部几个比较重要的剧情加以改编 座机还是以初代凤凰号为基础 在美术方面设计的更符合那个年代的动画审美观 对于喜欢动漫的年轻朋友肯定觉得设定超赞 但要是像大叔一样只想找情怀的 或许会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啊 我还宁可他重新设计第四代的小飞侠座机 OVA版第一集 科学小飞侠VS海归王 剧情是复刻科学小飞侠第一部的第一集 时空背景是发生在2066年 当时有一个叫洪德瓦尔的常任理事国 简称H国 退出了国际科学组织ISO 该国的总统丧彪 光看长相也知道不是什么善类 他集合了各种富贫于一身 甚至被称为希特勒在世 同时还拉拢邻国的总统大壮一起结盟 想要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来取代国际科学组织 某天突然有只巨大的海归机械兽 袭击一座城市 将该城市的幼能源储存槽夺走 这海归王也是TV版出现的第一只机械兽 为此国际科学组织赶紧召开紧急会议 OVA版的南宫博士 看起来更像是某个有钱的公爵 这里的剧情基本都跟旧座一样 也是南宫博士一口就断定此为恶魔党首帷 向在场官员解释了一下恶魔党的组织后 便派出科学小飞侠前去阻止 接下来就是OVA版的小飞侠出场 一号铁熊是身穿飞行夹克的年轻飞行员 造型为短发也多添了几分的帅气 座机同样是架单螺旋桨飞机 可随着铁熊变身一起变成G一号的座机 平时传放在凤凰号尾部 我也顺便附上TV版的影片给大家做个比较 二号大名是我觉得OVA版塑造的最成功的 不仅颜值帅到爆表 也将他原本神射手的设定充分表现出来 相较于铁熊的正面阳光 大名则是孤僻阴沉 原本TV版G2号的方程式赛车 在OVA版反而有点像蝙蝠车 一样是传放在凤凰号的头部 三号真正的身材跟脸蛋都直接打趴旧版 动画组还很好心给了个斗奶的福利 原本骑的重机在真正变身后 会变成水路两用摩托车 跟他的吉祥物滑水天鹅很匹配 平时传放在凤凰号的左翼 四号阿丁也变成有自信的活泼滑板少年 平时的坐机吉普车也会在他变身后 成为可潜水的两用装甲车 存放在凤凰号的右翼 五号阿龙的变斗应该是最大的 从原本笨拙不善社交的肥宅 摇身一变成为风帆出租店的朝老板 凤凰号就藏在他店内的海底 主要为凤凰号的正驾驶 因此没有自己的专用小坐机 五人都集合后 南宫博士开始交代此次的任务 就是找到巨大的机械兽 并主妇只能监视其行动 不准发动攻击 小飞侠找到机械兽后 大明首养的个性依然没变 想直接来个神鸟飞弹16年 干掉机械兽 还跟铁熊发生了争执 铁熊只得搬出南宫博士 这尊神主牌出来镇压 而人在总部的南宫博士 才刚下达完指示 就在电梯里遭到伏击 被带到一艘巨大的飞船上 原来绑架他的是 开头脱离国际组织的H国总统丧彪 丧彪欣赏南宫博士 想拉他一起入伙 推开内门后才发现 大壮、小帅、胡子哥跟卷发男等 这些世界顶级的头脑 全都聚集在此 而丧彪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他就是恶魔党的大头目皮尔 大壮这些人 已经全都效忠恶魔党了 由于南宫博士 宁死也不愿屈服 皮尔便要他亲眼目睹 国际科学组织的灭亡 画面来到凤凰号这边 机械兽在城市里大肆破坏一番后 转头往国际科学总部的方向前进 由于南宫博士一直联系不上 铁熊终于决定主动出击 这版的初代凤凰号 本身就有AI可以驾驶 所以阿龙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出任务 他们选择老方法 潜入机械兽内部装炸弹 阿丁也发挥了他破解密码的专长 打开舱门 众人顺利来到机械兽内部 按照老规矩 我自肥跟珍珍一组 你们其他人就随便行动吧 铁熊与珍珍前去动力室安装炸弹 大名三人则来到数据库 调查恶魔党大本营的位置 这里也出现了TV版第三部 辛格莱家族的黑鸟部队 这些人的战斗力比一般士兵还强 刚登场的时候 还让铁熊感到有点棘手 随即就被铁熊新招科学人法 引分身给击败 接下来就是其他成员个人秀的部分了 清光所有小兵后 带头队长见敌不过小飞侠 赶紧冲进控制室 想用最大功率的雷射炮 直接轰掉国际科学总部 小飞侠也在此时脱离机械兽 回到凤凰号上 下一秒 真正安装的定时炸弹爆炸 海龟王机械兽被炸得支离破碎 只有队长驾驶龟的头 及时脱离 笨蛋 厕所逃生艇是我专用的 你也敢抢 别这么小气嘛皮尔大人 借我用一下又不会少块肉 不行 你体内的恶魔价值在呼唤着你 必须带科学小飞侠一起下地狱 听完皮尔的话 队长打算驾驶龟的头 直接冲撞凤凰号 危急时刻 凤凰号使出火鸟弓解围 让对方自爆 接着也找到恶魔党飞艇的位置 救出南宫博士 只可惜眼前这个大头目皮尔只是个幻影 恶魔党真正的实力依然隐藏在幕后 OVA版第二集 迷之红色脉冲 这集的主轴是讲铁熊父亲的故事 在一次恶魔党的领袖会议上 主席小美告知 上集将在四个基地进行某项神秘计划 要是计划成功 地球上的人类将会进化到新的阶段 虽然OVA动画里没有解释 但看过TV版就知道 小美其实是大头目皮尔的女化身 小美将保护基地的任务交给了胡子哥 而胡子哥也向他展示了秘密武器 名为朱比特军团的四人忍者部队 其武力不输给科学小飞侠 另一方面 国际科学组织也正在召开 紧急对付恶魔党的会议 由于近年来恶魔党动作频频 不仅拉拢一些独裁者 控制大量军队与经济 全世界竟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被恶魔党支配 达到全世界人口的27% 同时还在某处海底 侦测到一些非自然的能源反应 南宫博士立刻派出科学小飞侠前往调查 凤凰号才刚靠近该海域 就被海底一座金字塔形状的建筑 发出的能量 给搞到飞机失控 差点在海中解体 阿龙赶紧家族玛丽冲出海面 不过这次的侦察行动已被敌人发现 大批恶魔党战机从海底钻出 集中火力攻击凤凰号 铁熊见对方数量众多 也驾驶G1号一同应战 就在成功消灭敌人后 铁熊一个松懈被藏在太阳背后的敌机偷袭 幸亏不知从哪冒出三架红色战机 帮铁熊解围 围守者嘲笑了一下铁熊的菜笔巴 并留下他们名号空中大鲨鱼后离去 事件结束后 凤凰号继续在该海域附近巡视 由于想不出办法破解金字塔发出的能量 众人也不敢冒险再靠近 此时珍珍突然发现 眼前这座小岛竟然在地图上完全没有标示 加上他外观看起来 简直就像是在说这座岛有问题啊 科学小飞侠从海中潜入岛上后 发现这里果然是恶魔党的基地恶魔岛 而且空中大鲨鱼队长还比小飞侠早发现这边 在与朱比特军团的老大交手时被暗器所伤 好在铁熊及时赶来救援 也当还他刚才的人情 不过小飞侠并没有跟朱比特军团交手 而是使出科学龙卷风消失在他们视野中 与此同时 国际联合军也出动军队包围恶魔岛 胡子哥见基地的位置曝光 索性也不藏了 直接让海底四座金字塔浮出水面 将能源集中于岛上的基地 发出一招波动炮 瞬间击溃国际联合部队 当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 我们恶魔党就已经有如此高水平的科技了 你老大 那为什么不趁都是猴子的时候统治地球啊 看你怎么不去问编剧 胡子哥 你把能源浪费在打这些杂兵身上干嘛 你真正该对付的是科学小飞侠 皮尔大人您不用担心 小飞侠都被困在岛上 他们插翅也难飞了 胡子哥开始在基地内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他引以为傲的朱比特军团 很快就发现了科学小飞侠的踪影 这次终于能来个四对四的正面交锋 不过才刚开打没多久 这什么朱比特军团就通通被小飞侠解决掉 而且还是完全碾压式的秒杀 很快就只剩下队长一人 此时天花板突然打开 一群黑鸟部队从天而降将小飞侠包围 呵呵 就算你们武力再强 要一口气对付这么多人也不容易 而且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自爆 可是胡子哥万万没想到 其中一半黑鸟部队都是空中大鲨鱼的成员卫装 不同于TV版只有三人 OVA版的空中大鲨鱼 隶属于国联军的特殊部队 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 混战中 铁兄也干掉了朱比特军团老大 小飞侠赶紧去追胡子哥 可惜慢了一步 胡子哥已经搭乘移动要塞升空 并将主炮能源填满 一炮将恶魔岛移为平地 正当他以为科学小飞侠与空中大鲨鱼一次都全灭时 没想到阿龙早就将凤凰号开过来接应 有了铁熊的通融 大明终于可以染指他心心念念的神鸟飞弹 最后一发飞弹入魂 让胡子哥还没来得及开防护罩就登出他的人生 结尾的时候 空中大鲨鱼队长留下一句后会有期 让铁熊想起了多年前离开的父亲 不过大家也知道 父子相认就是他们要说再见的时候 第二集在这地方结束也算是留下好的结局 OVA版第三集 最后倒数0002 这标题也是科学小飞侠第一部最后一集的标题 故事一开始 恶魔党就查出大明的真实身份 大批军队杀过去踹掉他的老巢 大明凭借他高超的驾驶技术 甩掉对方直升机 经过一个隧道 立即变身为G2号给对方来个反杀 并卫装成恶魔党士兵混进对方大本营 与此同时 恶魔党分别在地球上四个地方 放置了四座高雄入云的巨大建筑物 由于一靠近就会立刻遭到攻击 根本无法查出建筑物内部到底是什么构造 以及恶魔党的目的为何 就在南宫博士与几个高层正伤透脑筋时 一旁的司令讲话声音突然变了 原来是恶魔党的皮尔控制司令的意识与众人对话 这四个巨大装置名为再生世代系统 刚好落在地球能源流动的四个点上 一旦启动系统就能轻易破坏大气层 制造出大海啸跟毁灭性的大地震 到时能活下来的人口大概只会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听起来没有第三步的反物质小行星厉害 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活着还不错 笨蛋 反正我只给你们24小时的时间 到时如果不向恶魔党投降的话 我们就会启动装置啊 于是这个解救世界的任务又落到科学小飞侠身上 由于联络不上大名 四人只能先行出发 来到巨大装置的附近 马上遭到大批恶魔党战机的攻击 没想到这些战机还能组合起来 变成一只巨大的沙罗曼蛇机械兽 凤凰号立即遭到击落坠入海底 报告队长发现凤凰号了 似乎受到重创停在海底一动也不动 传令下去 不许讲武德 一律格杀勿乱啦 最后凤凰号就在一堆鱼雷乱射中被炸成碎片 解决掉科学小飞侠后 皮尔赶紧向无名主宰报告这好消息 无名主宰心情一好 随口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早在三百万年以前 他就已经来到地球 当时地球上只有一些低等生物 是无名主宰进行播种 让种子发芽成长 如今才到了可以收获的地步 换句话说 就是在暗示人类是他创造的 同时也允诺皮尔 让他当上改造后的新地球国王 只是小飞侠根本没死 在海底被打爆的凤凰号是假的 这是他们的不死鸟作战计划 铁熊三人抢了恶魔党战机 混进机械兽内部 想就这样直接潜入恶魔党大本营 破坏再生系统 另一方面 已经先混进大本营的大名 本想将基地的坐标告诉同伴 不料被大头目皮尔发现 欧夫耶版的皮尔武力还不差 嘴里吐出的毒针 让大名神经麻痹失守背情 并通知沙罗曼蛇上的胖哥 科学小飞侠没死 可能潜伏在机械兽内 于是胖哥带着手下 在机房内乱枪扫射一通 终于逼出了铁熊三人 无奈本身武力太弱 一下子就被铁熊制服 真真也在此时引爆炸弹 三人趁乱拖出回到凤凰号上 最后开出大绝火鸟弓 解决掉机械兽 而遭到恶魔党关押的大名 也被卫装成小兵的 空中大鲨鱼队长救出 队长摘下面具告诉大名 自己就是铁熊的父亲 他准备去破坏 大本营的防御系统 要大名赶紧将坐标的位置 发送给小飞侠们 可惜就像我前面说的 一旦队长说出他的身份 就代表他告别的时刻到了 他在控制室遭到士兵 强大火力的阻拦 无奈之下只好按下按钮 在里面引弹自爆 恶魔党大本营的 卫装系统遭到破坏 暴露在小飞侠面前 随即凤凰号直接一头冲进去 在大本营内 与敌人进行最终的决战 大名也在此时与众人会合 并将铁熊父亲的事 以及他的遗物交给铁熊 皮尔见小飞侠已经快杀到 抢在他们进来破坏前 先启动再生世代系统 铁熊与皮尔的对战也堪称精彩 比起TV版的人妖 OVA版的皮尔颜值简直顶天啊 还能发出不晓得是科学 还是魔法的力量 困住甄甄与阿丁 铁熊拿出老爸的剑 才将其打败 皮尔讲完最后的胜利宣言后 也投颅而亡 但是再生计划早已启动 一颗像是脑流的东西 从基地延展至太空 南宫博士说 这就是300万年前飞来地球 暗中操纵人类历史的 无名主宰的中枢 并授权给铁熊 可以动用超级凤凰飞弹 随即凤凰号顶端分裂出一架 小型凤凰号的形态 在大明一发入魂之下 将超级凤凰飞弹 打入无名中枢的主宰 终于消灭掉这个创世之神 爆炸倒数的时间 也停顿在0002秒 不过TV版就是为了 纪念死去的大明 OVA版在全员生还的结局下 这个0002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 以上就是科学小飞侠OVA版的三集内容 原先计划本周六推出的太空突击队 由于正逢2022世界杯足球赛的进行 经由内部讨论 决定先推出足球小将役世青篇的精华简介 只好请各位同学们再稍等一下了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说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益彤 优独播剧场——共享 优独播剧场—— manifthey